歡迎收看 命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郭靖淳 大家每天都想要運氣好 運氣好當然要身體一定要好 我個人要接的是說 你要吃對東西要吃得健康 真的 聽說你也很會吃 幹嘛 我以為是怎樣 你想要說什麼 我只是想要請教你說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養生 你看他這麼緊張 好 今天來教大家 如何吃得健康 吃得快樂 好不好 來 歡迎我們蜜莉老師 首先歡迎黃永福老師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許瑞光老師 接下來歡迎湯正瑋老師 來 歡迎兩位來賓 首先歡迎我們的沈曼江 曼江姐好 接下來歡迎寶媽 寶媽 寶妹妹好了啦 你看多年輕啊 現在 寶媽我想大家都認識 但是曼江特別介紹一下 她想沈曼江名字好收好收 她姐姐是沈曼光 就算是模特兒界的始祖 真的 對不對 是…曼江… 曼江出了這本書 食療力 是的 這裡頭教了我們有50道 可以增強我們免疫力的一些食材 包括一些料理 是的 這本書 因為它完全是走健康的 養生的 是 你知道嗎 如果說一個作者 他只是要跟我們光只是介紹而已 你會覺得那個書 其實跟作者沒有太直 跟作者本身沒有太直接的 對 因為它可能就是那本書 只是要告知 對 但我覺得每次 我每次看這些養生書 我都會看那個 那個作者 他的本身是什麼 因為你才會有說服力告訴我們說 如果我們看完這本書 我們自己的免疫力會提高了 然後我們什麼方式吃 才會吃到最健康 這一次這一本書裡頭 就是因為曼江姐 你自己經歷了一場大病 是 因為我得了子宮內膜癌 可是在這得癌之前 子宮內膜會變成癌症 是的 而且子宮內膜癌是最難提早發現的 對 那是一個不痛不癢的地方 沒有 你一定會覺得說 反正我們每一年都會體檢 然後子宮內四劑 我告訴你 子宮內膜癌是 所有的女生的病裡面 是最難發現的 當你發現的時候 它已經是在狠尾巴了 是 一萬個人裡面 零期發生的發現者 只有大概一個 那個就是我 那其他人發現 大概都是三期四期 可是治癒力幾乎是不可能 大概都是就再見了這樣子 而且 很難很難發現 而且幾乎沒有辦法 那你怎麼發現的 是因為我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一直不停的出血 那我的出血量 已經到達一種非常人的狀態 就是大量的 非常大量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女生會誤導是說 可能是MC的關係 對 一般都是覺得是這樣 一般也覺得說OK 加長型OK 可是呢 我是大概經歷大概五年的這種 長期的這種 所以是一個都不會停 不是 倒也不是這樣 是說大概一個禮拜 的精血的量非常大 加長型的都不夠用 那到後期是 加長型的也不夠用 晚上睡覺鋪毛巾 也都是 都是那個血染糖膽這樣 是雪崩 那我的去檢查 我就跟醫生說這個症狀 檢查了你的那個血紅素 那你的血紅素 一般正常人是12 那我已經到5.6 所以5.6到5的時候 然後是會休克死亡的 所以我常常在家裡就暈倒 暈倒 就洗一洗浴缸就啪 就暈倒這樣子 然後我先生也覺得說 嗯 我怎麼了 可是他也不覺得說 我生了病 因為我就平常壯壯一條牛 就算生病 我都還是很元気的那一種 很活躍的 對 我很好動嘛 所以不會讓人家覺得我是病 那我在生癮的時候 我先生說 哎呀 你是鬧著玩的 撒嬌 撒嬌 他覺得我撒嬌 可是真的是我生病了 所以我還是很積極的去求醫 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我覺得我的身體 已經不復以往 所以呢 在這個檢查的過程當中 就醫生說 那這樣好了 我幫你做一個 肌腺瘤的檢基手術 是 檢基手術之後呢 就細胞的這個檢驗 出來的報告 裡面有癌 那有癌的時候 醫生就告訴我說 嗯 不好意思 你這個有癌細胞 不要在裡面 你就必須要做這個 再一次的切除 那我就當下問他說 我可不可以 不要做這個手術 因為我也很害怕 他說不行 因為這可能會 危及到你的生命 那我說那幾期啊 他說不知道 一頭霧水 他說就是切出來才會知道 要再做一次化驗 那天是那個 謝麗金陪我 在那個醫院簽的那個 手術同意書 我先生也在 可是呢 因為他很害怕 他也來陪我 所以我那個 淚流如下 大概哭了兩個鐘頭 他陪我一起哭 簽了這個 這個同意書的同時 我也交代醫言 就當下就交代醫院 因為在進行手術房的時候 你不知道你的生命 到底剩下多少 我這個命 是這樣減回來的 對 食物的營養素 經過再加熱 是會流失掉的 那還有你儲存的方式 不對的話 以前 以前他喜歡把菜放在 我們有叫做儲存 雪光老師 塔羅占卜今天下半年 我要特別注意哪一方面的健康 你的每一個器官 塔羅健健的 對 如果你的每一個器官 它會失調 它會出問題 它跟你一種特定的情緒有多 所以如果你心情不好 然後有擔心或者什麼 你可能會得到某一種 器官方面的疾病 那這裡呢 1 2 3 4 5 五張牌 然後呢 你在做這個測驗之前呢 你要先把手 放在你自己的身體上 問你自己的身體 你現在還好嗎 哪裡呢 有一點點問題 你顯現出來 讓我知道 讓我看一下 讓我能夠看到你 這樣OK嗎 請問你放下面一點 放得太近 OK 好 這很老啊 那當你呢 做完這個動作之後呢 1 2 3 4 5 五張牌 你就憑你的直覺選 一個號碼就好 我們就來告訴你 你的健康 在哪個部分 你要特別多注意 好嗎 好的 曼江姐請選 1 好 寶媽 2 2 我選3 3 我也選3 3 我選 4不吉利 我選4 沒有 我選4好了 妳選4 那4不吉利啊 沒關係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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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那我就要從4號 開始來揭曉了 來 觀眾朋友 如果你跟靖淳姐一樣 選到4號的話 這張牌呢 妳看它是 10把劍石 妳看這個人 躺在沙灘上 背上10把劍 趴在那裡 爬不起來 完了 OK 選到這張牌呢 妳怎麼了呢 壓力纏身 10分 10分是妳的健康指數 真的 雖然牌看起來很可怕 但是這張牌呢 它也很可能 可以很快就解除 暫時性的現象 比方說妳選到這張牌 有可能妳工作超時啊 熬夜啊 或者是說太忙了 然後晚上沒睡好啊 小朋友 他們家的小朋友 他們家小朋友 昨天我才擔心到 我又哭了耶 真的 因為老大發燒已經 就拖了很久 然後我昨天就想說 我也來量一下 弟弟的體溫 一量 我以為我眼睛花了 就是說他已經 又快接近38度 那等於就是說 我們已經盡量做到隔離了 但是小的夜中了 那老大已經夠讓我擔心了 又掛 半夜掛急診 然後接著馬克 如果又再來的話 我會覺得 我就哭了 我就說你們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因為媽媽很 要急診一起來 媽媽很累 我會很擔心 因為每次我都跟他們講說 你們要好好照顧自己 可是他們都還很小 那也沒辦法 玩也會玩在一起 可是那個壓力 當媽媽的壓力 就會覺得 因為餵 baby吃藥 是一件很難的事 每次都好像要打一場仗一樣 又不見得很快就好 好準喔 選到這一張牌 如果你太累了 其實有兩個建議給你 你多做這兩件事 其實是會比較好的 第一個 多接觸跟水有關的 就是多做spa 洗溫泉 洗澡 因為呢 你身體 常常 其實選到這張牌 就是你的壓力 過度的累積在身體裡面 或是你有過度的情緒 累積在身體裡面 你沒辦法排除 在這個時候 你就是常常洗澡 然後讓自己多流汗 我常常都鼓勵大家說 你要去那個蒸汽室裡面 三進三出 三進三出呢 就是你現在很累 然後但是呢 你就想辦法去洗個溫泉 然後去泡個三溫暖 然後在那個蒸汽室 你就走進去 然後大概一分鐘兩分鐘 你覺得全身冒汗的時候 你就出來 然後去沖沖涼水 然後再進去再出來 再進去再出來 這樣三次 通常呢 在你很疲倦 還沒有生病之前 而且你覺得自己的身體 很累的時候呢 你多接觸 跟水有關的活動 然後多流汗 會讓你的健康 就開始慢慢的恢復 那如果真的 覺得身體很痛 其實刮沙啦 我覺得刮沙也很有效 所以呢 不要等到 你真的已經 覺得快要撐不住了 到你覺得其實蠻累的時候 你就可以多做這兩件事 自己調節一下 好嗎 小孩子也是啊 多帶小孩子去游泳 然後去那個水的SPA 然後其實小孩子 雖然說 大家也會覺得說 游泳池好像有滿多細菌 但是呢 其實小孩子是越動 就會越健康越穩 是 好 那如果你選到1號的話 1號是 漫江選到對不對 對 如果你選到這張牌 這張牌是月亮牌 很符合上身摩羯的特質 來 這張呢 是莫名的擔憂 有可能 有可能會損及肠胃 來70分 選到這張牌 它是比較中長期的 像摩羯座 或者是像一些土象金座 金牛座 處女座 其實呢 這些人比較有完美的特質 想要把很多事情 都打點得緊緊咬條 然後不容許出錯 但是呢 選到這張牌的人 可能都會比較擔心 不好的事情會發生 擔心自己做不好 那特別選到 跟月亮牌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最近呢 可能比方說在擔心錢 然後擔心工作 擔心事業 然後有一些餐 這些 這些這個 財務上面的擔心的話 就比較可能會選到 月亮的這張牌 那月亮是代表腸胃 有可能會比方說 吃不下啦 或是常常拉肚子 這個都有可能會發生 那我們接下來看五號呢 五號是篤靈哥選到了 對不對 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到五號的話 這一張牌呢 是命運之輪 命運之輪呢 是射手做守護喔 然後木星這顆行星呢 它跟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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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變大有關 所以選到這張牌的朋友呢 你有可能呢 會飲酒作樂 晚上不睡覺 一直交際應酬 然後會 好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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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準了 這張呢 還算是蠻健康的啦 90分喔 就是小心發胖的問題 所以選到這張牌呢 飲食呢 應酬稍微控制一下 多做一些運動 多做一些燃燒熱量的 然後有心肺功能的運動 然後不要吃宵夜 要不然呢 你 連續吃了三個禮拜之後 你會很後悔 他沒有吃宵夜 他只是 一個自助餐便當 可以買到快180塊 就是 而且就是 他蹭完之後 他說他抬頭 瞪了那個老闆兩眼 拉貴 對 拉貴 對 自己捏那麼多菜 你要嫌人家貴 所以選到這張牌 其實你還是蠻開心的啦 就是 注意喔 少吃一點甜食 省得發胖 多做點運動 剛剛錄影之前 我看他一直在 一直在那邊吃一個甜食 他說 我說你很餓 他說不是不是 我要再早一點 把甜食的份先吃完了 到晚上我就不要吃這麼多 媽媽 你不要再講 我有恐慌症好不好 一直吃 一直吃 我是很怕的 晚上會肚子餓 OK 如果你選到2號的話 2號是寶媽選到對不對 對 OK 來 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到2號的話 2號這張牌是什麼呢 這張是倒掉人 倒掉人這張呢 你看這個人被倒掉過來了 來選到這張牌的朋友呢 你要注意 有苦難言 胸悶喉嚨痛 這張呢是60分 這張呢也是比較長期的 其實選到倒掉人呢 通常從小到大 也許啦 都有一些權威的情節 比方說爸爸很兇啊 媽媽很兇啊 或是你的個性比較壓抑一點 不開心的事情 不知道要怎麼說出來 所以呢 當你有一件事情 你想說 然後呢 有一個脾氣你想發 但是你到了喉嚨這個地方 你硬生生的 又把它吞下去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會不舒服 所以通常呢 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的人呢 他就會比較容易感冒啦 喉嚨不舒服 然後這個地方 左肩啊 右肩啊 這兩塊通常都是 好緊 真的太準了 我一定要跟大家說 我真的喉嚨痛 那原因是因為我小女兒 最近在從美國回來 所以每天都 她都會惹我生氣 你知道嗎 就是 你知道她是媽媽 沒有 她永遠都跟我說 媽 我24歲了 你在念啊 但是你有切東西 你就會忍不住 然後我就自己掐著我自己脖子 你知道就是 就想說不要念不要念 難得回來 不要養母女又不開心 因為難得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最近真的喉嚨痛 我不會跟你是真的 OK 打他嘛 打他 選到這張牌呢 然後呢 多游泳 或者是呢 約幾個三五好友 去唱唱歌啊 去大吼一吼 或去海邊走一走 都會有助於 這個症狀的解除 也可以多喝一點鹽水 OK 那如果說你選到3號的話 3號是黃老師選到的 跟這個 湯老師選到對不對 來 選到3號這張牌呢 是女皇牌 女皇牌呢 通常呢就是 溫暖愉快然後開心 所以選到這張呢 是心情愉快 然後平安健康 100分 來 大家注意一下 跳外面身體健康 這就是警訊要注意 很多人會想說 那廚房幫我走 但是呢 有人碰到警訊的時候 他會過去說 沒看見不知道 忘記而忽略了 就是心裡會跟自己講說 沒那麼嚴重 老媽妳就有朋友 因此而賠上了健康是嗎 應該這麼說 其實那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我有點內疚 就是 文英阿姨要走的 那一個過年 我差不多每一天 都跟她錄影 每一天喔 然後每一天錄影 她一定在我旁邊 哭哭少 那你知道 因為文英阿姨有抽菸 對不對 然後呢 我覺得她的咳嗽 是在我的領域上 是不對的 因為咳嗽 抽菸的人咳嗽 跟如果你的肺部有問題 咳嗽出來是不一樣的 那我就一直跟她說 阿姨 去看醫生 我說妳去照一下肺 不用不用不用 我掃我吃灰 我吃灰 這樣子 但是我 我最記得在過年之前的 最後一次錄影 我那天還記得跟她講說 因為 我們過年的時候呢 她要去北海道 我要去東京 我那時候還跟她講說 阿姨 那個過完年之後 我再來找妳 然後她還跟我說 我跟你說 我現在是感冒 我是掃而已 沒問題 過完年之後 她去完北海道回來 她就覺得這邊 有一顆東西 她覺得 為什麼感冒那麼久都沒有好 因為過年前就感冒 到一直要過年後 她就去大醫院 馬上 就已經是肺腺癌的第三期 就是妳知道其實有很多人 包括最近我身邊的媽媽媽 其實每一個人 只要妳最懂妳自己的身體 妳知道妳自己身體 到底出什麼問題 當然不敢不自己出什麼問題 但是不舒服是非常非常知道的 是 像媽媽媽也是啊 妳平白無視的 妳會很喘 我剛剛妳問篤黎 我剛才幫一個朋友 約大醫院 她也很喘 我現在只要聽到人家跟我說 媽媽 我跟妳講 我好喘 我都好怕 因為我們是上了年紀 妳們年輕一點 喘我覺得OK 但是在我們這個年紀 是不容許喘 因為喘 跟肺部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都會很擔心 所以文英阿姨那個例子 在我覺得 我為什麼那時候 沒有跟她講說 我去幫妳 我去幫妳掛號 然後我們先去照肺 但是當然那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說 比較晚 寶媽就比我們有警訓 我不是前年減肥 不是減得很瘦 我不是還自己覺得 哇 好帥 真的 我說寶媽妳看好不好看 寶媽說 妳這樣像得癌症耶 不好意思 我就是有話 我跟你講 因為其實她 我覺得我就是有話直說 因為她是我的家人 我就想要說 我明明是覺得 我瘦得很帥 為什麼妳會這樣講 妳只有光是身形 就是很帥 就很瘦的感覺 可是妳那時候的眼神是無神 對 妳的精神上 寶媽為什麼會這樣講 後來發現體力不好 精神不好 才不行 減肥太超過了 我才開始去做運動 但最近運動太多 又吃太多也是一種 她不想跟你講 我們接下來問一下 慢講 其實妳自己身邊 家人跟朋友也是 得到癌症 對 我父親也是 罹患胃癌過世的 那因為父親長期的工作量很大 還有對這個工作非常專注 經常是就是說 不注重這個吃的細節 所以有一搭沒一搭的 妳說妳爸常吃隔夜菜 她就是 以前的年代的人都是這樣子 對 她們會把 她會叫傭人把菜再熱了 然後就再吃 那有什麼不好 我都吃隔三四間電燈 其實食物的營養素 經過再加熱是會流失掉的 那還有儲存的方式不對的話 以前她喜歡把菜放在 我們有叫做儲物櫃 不是現在的冰箱 菜毒啊 菜毒啊 對…有個殺網這樣子 對…她會放在那個裡面 其實就是說妳的儲存方式不對 再來就是說又加熱的烹調 營養都流失掉 其實對身體是不好的 所以父親因為罹患胃癌的時候也二期 那那時候的醫術沒有現在的發達 他也大概就兩年就走了 那我大哥也是罹患這個淋巴癌 那因為他是經商 所以長期就是要應酬 那就是壓力也很大 還有就這個飲酒 所以他發現的時候也是很快 也不治就兩年就走了 所以這樣也讓妳就特別開始注重 就是說 現在網路也好流行 就是說 食大讓妳得到癌症的習慣 要特別注意 對 習慣不好吃 所以現在有哪些事情 是會特別容易讓我們得到癌症 少年喝酒 熬夜 其實壓力大 還有飲食不正常 還有就是這個 不注重這個食品的衛生 都是還有就是說食安的問題 都是會造成妳這個 罹患癌症的這個因素提高 這樣子 我有一個朋友 她是這個知名的大銀行的 這個董事長的秘書 我的這個閨蜜 那我這個閨蜜呢 她是工作非常賣力 再來就是說她都是外食 因為她不煮飯的 所以她外食 然後呢 因為常常要陪老闆出去應酬 然後她很會喝 很能喝 那個當初這個我們兩岸交流的時候呢 她就常常跟我引以為好的講 那個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這個 這個賓客裡面 只有我一個人可以把所有這個 一一擋擺 一一擋擺 一一把他們擋倒 她說你看我厲害吧 白乾我當白開水喝 白開水喝 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講 曼江我胃痛不太舒服 我說胃痛看醫生啊 她跟我說 沒有關係啦 這個我睡覺一下 明天就好了 我說痛耶 她說沒關係啦 大概又過了一個月 她跟我說 她開這個國泰藝術的這個 那個展覽中心畫廊 所以我常常去看 那她在那邊主持這個畫廊 所以我每一次去的時候呢 大概每一個月 我都會去報到一次 然後她就會告訴我說 嗯 今天又痛了 大概那一年 我跟她講了六次 我說那妳去看醫生 我很好的朋友她告訴我說 我知道妳很熱心 可是我就是怕看醫生 為什麼 她說我就是怕看醫生 打症 高知識分子 台大畢業 還流美 可是她就是怕看醫生 怕打症 就是因為這樣一個因素 最後她突然吃進去的東西 不能夠排泄 全部從肚子裡 從這個嘴巴 吐出來 全部嘴巴 因為她的那個憂門 不能開 全部堵住了 憂門 她們這樣那個一個叫 噴門 噴門 但重點是她 她正常來說 每一個人要上大號 大概 我覺得不要說三天 妳最起碼兩三天會有一次 她這麼長時間 沒有辦法 她不會緊 她完全是 沒有想法 沒有她對自己是完全 就是忽略 好